上期我们说的光头墙强势集团想要用200亿级文币收购唐门 最终以失败告终 于是光头墙反手收购了五魂殿 成为了斗罗大陆新一代教皇面下光头墙 强哥同领着五魂殿十万名强大的魂师 准备通过五地收负唐门 知识的唐山得知消息不击虎去一帐强宰 这次玩儿争备呀 因为现在的实力恐怕不是他的对手 唐山还是有自知之明的 因为目前的光头墙封号斗罗99级 并且还有十万点定居浑兽加持 他的战斗力不敢想象 只是小五对唐山说 三哥我们还有一个办法 要不我们去请熊大与熊二 有这两只超级浑兽出阵 我想光头墙也会忌惮三分 唐山表示咱们未必能请得动熊大与熊二 那两只会说人话的超级浑兽 怎么可能会帮助我们呢 小五解释道 一来光头墙是熊大与熊二一生的敌人 他们的战斗已经持续了十几年 早已怨恨在心 那么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二来我的兄弟泰坦菊和天青流氓 与熊大与熊二两位互相认识 毕竟大家都是新斗上年的几个好兄弟 咱们联合起来一起对抗 我的光头墙 说不定我们还有胜算 马上要过年了 祝小伙伴们新年快乐 另外超级会的年底前 把番外更新完毕 下期预告光头墙 唐山世纪之战 人家小伙伴得成功 超级历列相近有转